美之蓝洛杉矶湖人队客场挑战 纽奥粮提湖队 本场比赛 湖人队的主力中锋 农梅戴维斯 面对救主实力爆发 全场农梅戴维斯是18投11中 三分球两投中一 砰出全场最高分35分 并且拿到了17个篮板 且本场比赛 戴维斯在外线 有一众的射手去帮他分担组织进攻的压力 让他在内线轻松的抓住 加篮板和得分 印内人士分析 战绩已经来到西部并列第八的洛杉矶湖人队 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季后赛的门槛 只等詹皇回归 以完整阵容冲击西部冠军 且场上的精彩表现 还离不开湖人队的控球后卫 低楼拉塞尔 以纯射手的身份加入 湖人队之后 拉塞尔的战斗力与爆发力宛如回到了20岁 不止打法和技战术的素养 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且在本场对阵醍醐时 更是作风强硬 且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手当家球星CJ的发挥 让他只拿到13分 关键评论部分 对于本场比赛 NBA官方也丝毫没有吝啬 对拉塞尔的赞誉 首先官方表示 拉塞尔以冷血杀手来评价 拉塞尔的本场表现 出场33分钟拿到17分 且近5场比赛以来 场均拉塞尔得分上升到20.2分 助攻术也来到了场均6个 换句话说 迪勒拉塞尔回到胡人队之后的状态 可以用七年引兵 热血南梁来形容 尤其是最终到了倒数的阶段 拉塞尔仍有大心脏的救主表现 代替詹黄拯救球队表现相当亮眼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特别关键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旁内